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太平王对大姐 可真好 你知道我素来不爱这些首饰 你看看 有喜欢的你拿去吧 我看你头上 这九宝蕾丝流云坠当 就极好 这是太平王 特意寻人为你打造的吧 我看整个上京啊 也找不出第二件 无论想要 大姐也舍得给我 你要喜欢的话 给你啊 我才不要 无论想要啊 就让我们家喜隐亲自寻了给我 以前大姐要是有什么好东西啊 二姐看到了 一定会什么都要 现在 竟然还知道闭得闲了 你颐阳怪气在这干什么啊 前几天刚跟我打了一架 还不服气是不是啊 怎么 再打一架 谁怕你啊 胡说什么 你也别跟你二姐口气了 我本就是要嫁皇族的 我本就是要嫁皇族的 现在嫁给了太平王 也不算下嫁 你也看到了 他对我很好 娘亲走得早 爹爹又忙于朝政 我们三姐妹就是这世上最亲的人 你们不要为了一点小事闹遍你好不好 谁和他 我才来得理他呢 对了 燕颜 我看你今日神不守舍的 有什么心事啊 对啊 对啊 吃个饭在那儿傻笑什么呢 说谁傻笑呢 谁傻谁傻笑 别闹了 说给大姐听听 韩德让要来提亲 可是大姐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我虽然跟德让哥哥都已经和好了 可是他 明明知道我喜欢他 为什么还是会帮着李斯说话 该 你看看你做的事 听听你说的话 还跟个小孩一样 我又没问你 你问没问我 我都得跟你说道说道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喜欢一个人 你就得表现得温柔一点 包容一点啊 我估理说得对 嫁了人果然不同了 咳咳 我跟你说啊 首先 你得牢牢地抓住他 抓住他以后 你再想怎么任性 怎么撒泼 那都无所谓了 反正他就拿你没办法了 你看看你现在 傻不傻 就这么早早地 把自己的坏脾气 全都暴露给人家了 到时候他敢娶你才怪 才夸了你一句 你就想把妹妹叫坏了 不过大姐 那他为什么 当时会帮那个李斯来凶我啊 傻燕燕 还得让是多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 他越是对一个人客气 越是说明他心里没有他 他越是对你凶 就越是在乎你 把你当成自己人 更何况他现在要跟你提亲 那在他心里 你才是最重要的人呢 你要是再不懂呢 说不定哪天真就被别人 趁虚而入了 我明白了 谢谢大姐 我是不会让爹让哥哥跑掉的 嗯